好汁 最近的疫情嚴重了 我和老婆都開始在家工作從家 我們工作從家有時給時間去管 有時我們出不了去吃飯 或者是出去吃飯覺得很難 因為要換衣服很多原因 我們這次在家工作從家 用一些家的材料來煮東西吃 話說這樣說 因為早前叫魚生、飛機貨回來 就用不完 有時經常吃刺身很悶 這次我們有一個非常簡單 很好吃 很香口的做法 在家非常容易就做到 這個做法叫做吉列 即是炸 好 我們這次的材料 有我們上次見過的材料 包括有這個三文魚柳 有些上次已經是脫了殼的梵立貝 有些是自己在雪櫃拿出來解凍的生蠔 全部做一次吉列 這個做法是沒有難度的 是你做足這個步驟 放下去看看它就熟了 或者是大家work from home的時候 沒有東西做 我們可以有空炸兩東西都OK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到的一些食物 好 然後有三樣東西很重要的 第一樣東西是麵粉 記住這個是麵粉 不是生粉 假如你用生粉都可以 但生粉有機會那個衣會黏得不夠實 所以麵粉就好一點 然後一隻的蛋液我們發勻它 那就OK 可以直接用 這個麵包糠 方便起見就用現成的 假如你是想要一些有粗粒有些幼粒 自己做 那些會更加好 更加脆 但買回來的都不是太差 方便 飯立貝的肉其實這個位置是比較硬 我們是通常不吃的 當然你可以吃 但假如你要去掉它其實不用切 你可以直接用手就在這個位置撕 這樣它就粒了 幾簡單 撕完了 用得了 OK 另外一粒都是這樣做法 我們在這個位置就撕了它 好 完成 生蠔的蠔肉有些人 prefer是把這個儲備的位置撕走 其實撕走它 令到它炸的時候 那個時間可以平均一些 但當然你喜歡它一起炸都OK 這個時候攪拌生蠔魚 生蠔魚我們這次是兩人份量 生蠔魚很膩的 所以我就建議切的份量用回大約是 我想六隻手指那麼長 移回兩隻這裡 這個位置 我們就切一刀 好 然後這一節留下可以下次再用再炸 OK 或者你用不完的 用它冷藏下去 下次用來煎熟 都OK的 我們準備好之後就可以準備炸東西了 好 鏡頭過來這一邊 這個時候我們準備一盒油 預熱去攝氏的180度 去升溫的時候 我們可以處理我們的材料 假如你做天婦羅 有時候你要把時間控制都很好 你要把漿沾完之後就拿去炸 刺裂是可以放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是可以很輕鬆地做的 我們先攪我們的三文魚柳 不用太厚 最重要是封死它的邊就OK的 燉多餘的粉 然後這一塊就是我們輕輕上了粉的魚柳 然後我們就可以上蛋漿 然後就可以上麵包糠 上糠的時候 記得我們是上麵包糠 是黏住一塊魚 所以盡量上得足一點 我們不要忘記側巾的位置 好 這塊我們就成功上好粉了 我們快一點 放一背 就這樣 一樣 我們上粉 上完粉之後就燉它出來 上蛋漿 然後麵包糠 上的時候可以按一按它 令到它的糠上得好一點 我們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其實這個疫情下 很多人會沒什麼做 很空閒 很多人都想嘗試去用別的方法去賺錢 做一下YouTuber的樣子 都不錯 YouTuber賺錢是可以的 只不過是大家都應該聽過不少人說過 最近我都錄過一個頻道 叫做五仔 它講過一件事 我不是每條片都有追 剛好有網友傳給我看 說它講過我 但我很同意它講一件事 就是這個頻道的誕生的時候 你是永遠是回不了本 或者是你沒可能用一個新頻道去賺錢 所以你去用YouTube去維持生計賺錢 是沒那麼簡單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是鼓勵你去犯法 不是叫你偷騙拐騙 不是叫你做些什麼不好的事 Uber 大家聽過了 Uber 你可以賺錢的那個機會 速度 比你做YouTuber更加快 有你的粉絲 有人看你才行 以一個新頻道來說 這個是不容易做的事 因為新頻道你誕生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認識你 哪有人會找到你的東西 除非你講的題目是很熱門 你講的東西是很多人看 又或者是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誰人都認識你 知道你有一個頻道 那就好很多 假如你打算開一個新頻道去賺錢 這個是 我想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很多人會半途而廢 大家work from home的時候 我寧願你盡量想一些東西 去令到自己消磨時間 不要只是為錢去做 當然 你打算是開一個YouTube頻道 去幫你自己去打一下brand name 又或者是幫你自己去建立一下興趣 學一下剪片 這個是絕對ok的 very good的 但是千萬不要打算開一個YouTube 就可以賺到錢 就算是可以 都不是一時三刻的事 千萬不要以為全職YouTuber那麼容易做 因為就算你是全職YouTuber也好 你不可以完全肯定 YouTube有一天不會倒閉 這個世界很多不確定因素 假如有一天香港是沒得上Google 沒得上YouTube的時候 我可以說你所謂的YouTuber是黑色的 所以之前也有些網友問 我這個YouTube是不是正職 我跟他說絕對不是 我也都不會放棄我的正職 因為你不知道未來發生什麼事 你不可以因為覺得這個好玩 我放棄正職 絕對不行 假如你是有辦法去應變你將來發生的危機 YouTube倒閉 突然間斷了你的YouTube生涯 這個你是生存得到的話 那就ok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炸東西 見到那個油溫已經是去到攝氏的 大約是190度左右 差不多了 我們放東西下去的時候 它會有這個降溫的情況 所以這個溫度是very good 千萬不要太高 好了 然後旁邊我們會有一個隔食物的碗 是方便我們裝起我們的食物的 我們先放我們的魚柳下去 炸的時候可以保持溫度是180度左右 你的目的是要炸熟它的外面 就不是說要炸到全熟 所以其實大約是30秒至40秒就很夠 千萬不要炸太過耐 如果你炸太耐 它可能會炸得太熟 好了 夠了 我們拿出來 這個是40秒的版本 都不錯 挺漂亮 是不是 又可以炸我們的蠔 我們的蠔 就短一點時間都可以了 炸的時候可以不斷的 以樽分開 然後黏住 這個大約是20秒左右 其實炸的時候 記得我們千萬千萬不要去 特地去反它 等它定型 否則它層衣好 會散 好了 30秒 我們可以撈出來 其實它都很硬 都可以的 倒下來先 這個時候可以炸我們的蠔阿貝 這個就20秒OK 對了 所以總結一點 我們做YouTuber 就是我一開始做YouTuber 本身都不是想賺錢的 純粹打算玩一下 經過了幾年時間 Build up 了一些觀眾 多謝你們 我才有恆心繼續拍下去 講過很多次 我有想過半途而廢 你猜容易嗎 大佬 好 先撈出來 我們今餐已經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今餐的吉列拼盤 好 用來這碟 我的天婦羅紙快用完了 只剩幾張 日式超市 或者是一些炆店的都會有 切的時候 小心點 你切進去OK 但最後那一刻 千萬千萬不要拖 如果你拖的話 我跟你拉爛一塊魚 裡面仍然都是半熟的 很漂亮 好了 我們先切幾塊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好 很多汁在裡面 好汁 跟蠔呢 就穿著一枝 做一下串羊都不錯 好 禮成 待會兒 後面 雲 點 一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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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